首先是杨岚老师 先看看你的题目 这一段怎么编的你们 这个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 新闻里面的地名 都是真实存在的 播音员主持人 会突然拿到这样的稿子 难度是非常大的 太难了 太难了 我突然喜欢康辉 老不知道为什么 好 杨岚老师 新闻波音机挑战开始 今日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 习来名为妞妞妞 谬六的寒流 将会经过纳然瑟布斯台 因布拉格和巴润巴嘎巴 沿诺尔推扰木音 乌兰陶勒盖 然后将清洗我国 克兹勒苏克尔 克兹自治州 阿图石市 阿扎克乡 游库日一石塔其村 除此之外 查布查尔西伯自治县 孙渣骑牛鹿 窃吉布拉克村降温也十分明显 请大家适当分点一物 预防感冒 太棒了 接下来王牌家族 也是这段吗 换段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 妈呀 在江苏鱼台 鱼台 虚仪 以为名叫喃喃是吧 喃喃那个字 这个呢 戴帽是吗 我都不认识 一个叫女女的 什么 毛毛老人 那帽迪 就是八十岁叫帽迪 虚仪 是处之时 那是什么意思 四 是处就是 时走时停的那意思 一 试试吧 小冬 试试吧 这题确实非常难 来 三 二 一 开始 近日在江苏 虚仪一位名叫喃喃的 帽蝶老人 在冥蒙的湖边 赤处之时 发现一只戴帽 有人猜测是海中大敖的后代 也有人说这是 亡两赤妹的一种 更有甚者说这是 饕铁的后裔 一位姓变的男子 基于戴帽的价值 想将其捕获 不料戴帽料卷子 弄伤变某 靠步 伤口足有一闸宽 大家不要冒着深陷 淋浴的风险去捕捉 非常棒 非常棒 这都是生痞字 小童 我发现你这特别大的优点 啥呀 你现在就是主持的功力 在我心里相当于花花的 唱歌的三分之一了都 真的